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对于这个新景点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纷纷拍照打卡 大博禅师那边下车走过来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我都这样走 因为这样我不用排下面的排队 我假日我都从车停那边走路走到这里来 游客两种方式 如果你坐车来的 坐车来就从兴俄停车场 从那边市区走到兴俄防空洞 然后再走到这里来 然后坐塔上来 如果是开车 其实是可以停在兴俄以外 可以先开到那个大博禅师 那边可以停车场 可以停完车之后 走路走到金融塔 再下电梯 然后再走到市区 然后绕之后再从步道走上来 这样刚好一个 一个cycle 两个小时 差不多可以 非常舒服 而且可以走到港边 对 整个动线就都可以走进来 去看一下冬二三吗 不是就是 对对对 就是冬三冬四 点个花园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基隆长荣桂冠酒店 资深副理崔清华也表示 从基隆塔开放参观之后 旅客询问度非常的高 也带动沿线的观光消费 第一季询问度最高 基隆塔 基隆塔其实从饭店走过去 大概三分钟 慢点五分钟就到了 那非常好玩的是 它是做成一个像 桥式起重机的模样 那其实跟基隆的 以前在我们在那个货柜 运输的方面 有很大的一个连结 那它只要上去基隆塔 大概我那时候有计算过 一分钟内就可以到达 它的顶端 在那个平台上伸出去看 第一个就先看到饭店 这个是好 也可能是我们要 比较注意的地方 对饭店来说 第一个被注意 它就会有必须要 肩负的重任 比如说外观的美丽 清洁度 甚至它的一个洁净 跟亮度 都是我们要注重的点 这个就是我们 目前在努力当中的 那再来就是像 信恶路防空洞 这个在选前 甚至最近 大家讲说飞机 卫星 还是飞弹 当中防空洞被询问度就非常高 基隆是一个防空洞的 那个密集度最高的城市 所以大家就想说 防空洞这么神秘 可以进去参观参访 甚至未来它可能有其他的规划 那其实都非常棒 大家就去住在饭店的时候 在基隆究竟都能走到 这个大约快十分钟的路程 那我们再讲在市区还有一个就是 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其实它就是以一个船员或是以一个货柜 怎么样运输到你的每天生活当中 跟你的生活的连结度来做介绍 甚至可以让小朋友去化身成为一个小小的海运人员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趣 然后再来就是像海科馆 它大概就是15分钟的路程 它让我们就是民众啊 它跟基隆这个海洋城市 它可能透过像鱼类或是船舶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介绍跟连结 这些相关的特展 其实每一季都有更新 这个是我觉得最热门被询问的景点 大家都可以来基隆这边就是参访 基隆拥有独特的山海港景色和特色美食 悠久的400年人文历史风华 这些对于游客都可以开拓新的视野与体验享受 尤其在基隆港邮轮爆发年 将有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基隆 相信更多的主题套装行程或半日游 可以让游客有更多机会来认识基隆的魅力 高六七公尺的基隆塔以港区桥市起重机为发响 连结山海城为一线 站在最高点可以360度俯瞰整个基隆市区 像这样美不胜收的美景 基隆市长谢国良宣布 基隆塔预计在12月下旬开幕 大家都知道远见他会出版很多好的书籍 有很多名人 未来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这些名人到基隆 来开这个不管是新书发表会或者是签书会 然后在这个有高度的一个情况下 可以这个分享他们的观点 这样也可以让更多有名的国内外的 这些专家学者社会人事企业家多到基隆来 那除了远见人文空间以外 我们的空书屋则是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基隆的特色 另外包括建书店包括远见人文空间 包括空书屋都也是属于我们今年一直提倡的 24小时书店政策的一个延续 所谓24小时书店不是一年365天都是24小时 是在假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到非常晚 开到凌晨 让大家就可以待在这些书香空间待得很晚 那这也是我过去很重要的一个证件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政府计划把基隆塔打造成为台湾独一无二 具有高度的阅读场域 文化局长亲自说明分阶段推广和营运 在第一阶段我们预计在12月底以前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基隆塔的过道 以及我们上面的一个书屋可以打开出来 那我们基隆塔适合的过道呢 这一块的部分我们现在邀请了 就是远见国际人文空间 他们来这边帮我们去做整个一系列的活动的策办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上层也办了一个空书 也就是我们在地人文书店 它是可以有我们在地的基隆的文学 还有我们的海洋文学以及公庙文化等等 来去塑造我们基隆塔上方的一个全台湾最高的一个阅读的一个场域 那除此之外在第一阶段我们也会将新二防空洞打开 透过新二防空洞的一个步行上基隆塔 以至于到我们观看我们的书店之后 下来到新一二路 这一块我们也希望透过第一阶段可以打造一个环形的一个观光狼带 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布局 上半年其实我们有打造一个空茶屋的这个牌子 下半年今年我们打算继续成就这个牌子打造空书屋 而这个部分是在强调我们基隆在地的所有的相关书籍跟文学 那最后刚刚有提到我们同时会打开 信恶防空洞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我们的旁道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打造整个环形的一个观光的一个狼带 基隆塔不只是台湾国门新地标 也希望从基隆塔到一二路商圈 形成最有发展潜力的观光狼带 北宽处表示游客来到河滨岛公园将不再只是细水 透过福岛提升了环境友善餐饮 导入智慧观光 融入环境教育的元素 以深度漫游来取代过路性质的行程 成为能够让基隆市民感到骄傲的河滨岛公园 其实起初的话我是先看到那个就是可以来野餐 对然后后来发现到说在进这两个礼拜的时候 又他推出了这个岛屿生活节 然后就觉得他发现到有很多很多的节目可以来 然后又还有市集 然后现在到现在的音乐会 那我是住在林口 那我是透过网路上看到 那我本身就我跟他是喜欢户外活动 那又刚好这边很靠近海 然后又山景就觉得很吸引我们来 是因为这样 其实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很舒服 因为两年前的时候我有来这边进海 当时这边还没有什么规划 就是还空空荡荡的 那经过两年之后 我觉得再来这边看到 我觉得让我有惊艳的感觉 真的真的很棒 带小孩子出来走走是不错的 一个休闲 对对对 全家大小可以一起在这时候大家聚一聚这样 我们今天大部分就是在走走晃晃 然后也有参加他们可能像是他们举办的这些 集电活动这样子 还有换到那个 还有毛巾 对就比较没有去玩水 我们今天就是不要走入地上 对自己来搭帐篷这样 对玩的人类 玩了水 就带小朋友出来玩一玩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活动就在海边 然后就是可以从事的事情很多 就是我除了逛一逛吃一吃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到处去看一看 甚至还可以跳下去玩水 然后晚上又有这个音乐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有很多点可以去玩这样子 对然后因为其实像我知道基隆就是前一阵子 就是还蛮多那种就是有一些艺术的活动 所以我有长期在关注基隆市政府 其实做了蛮多这方面的东西这样 对我觉得和平岛公园真的规划的还不错 对真的对 然后坐在撒旦上面听音乐会的感觉 真的很放松啊 还有配合那个夕阳 对 对啊 而未来因应永续旅游的趋势跟理念 今年岛屿生活节以疗语为主题 透过夜创音乐会岛屿市集 岛屿漂浮户外SUP体验 海洋摄影展 讲座 地方小旅行 沉浸式旅游多面向来串联 传统乐器在台上敲击 民众席家带卷铺上野餐店 席地而坐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 马鸣 马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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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树莓山药绿竹笋当成内馅的马宝燒 还有包入绿竹笋当成内馅的竹笋包 让小朋友一口接着一口爱不释手 有没有竹笋 你看看 这里面都是满满的绿竹笋 那我们跟落包 炒在一起真的味道很好 跟一般的包子不一样 这是我们特地研究出来的 我觉得有我们的绿竹笋 可以融入在包子里面 但是它的口味是新鲜 而且又有脆度 众多摊味的美食 绿竹笋 法式 蔬菜丼 加入马林当地食材 清爽又营养 而用米饭加入树莓山药 做成的竹箱盗盒 和山药树莓盗盒 最受到民众喜爱 我吃了这个寿司 还有那个类似 那个秋葵果冻 秋葵果冻 然后还有那个鸡蛋糕 就有很多美食 我们里面就是用豆皮 然后里面是用树莓 去做这个饭 然后再加上山药跟 跟那个牛肉吃 对 这个是山药 这场由二代青农向农业部 提出的青年回流计划 在弃独马林地区 举办野餐音乐会 邀请了马林在地的青农 社区发展协会 分享美食 手作文创 邀请民众一起体验 它造基底啊 就是用一些鲜花 肝脏花 去成蝶 来放那个花草 我们买了永生花 让大家学你爱的东西 再铺一层 那这个是非常新肤 而且是合肤我们的肤质的 因为我们马林最主要就是 竹笋 山药 跟树莓 然后还有蜂蜜 然后因为其实各农友们 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然后商品一直推广不出去 那今年的陆陆续就是 所有的年轻人都一起回来加入 所有的商品也越来越多样化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 可以把 怎么把在地的食材 然后让它更有创意的去变化 农村的外移其实非常严重 那农村的子弟要留下来 其实非常的不多 透过活动的这样的方式啊 其实它可以发展 我们自己退友的很多的特色 就是说不管在料理方面 或是说一些创意啊 文青之类的 其实都可以 就看自己年轻人想要做哪一块 其实它是可以做一个多元化的发展 就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青年朋友的部分 我们有鼓励青年朋友回游农村 就是我们先支持他们 有几年的计划 照他们的理想的计划去执行 那我们看到整个基隆的一个农村社区 有产业 有小农的市集 我们都一直在协助他们 在做这种小型的市集的一个展售 然后让他们能够站稳脚步 来发展他们的社区的产业 包括议长同志伟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曾宜芳 郑文婷 张耿辉 及超望连 都出席活动 大力推销七堵的农特产品 我们刚刚来到这边吃了马林三宝 有绿竹笋做出来的包含我们的饭团 也有包含我们这个类似鸡蛋糕 把我们的特色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马东 马林 他们农村青年 还有我们在地的人展现出来的一个 文创的一个优势 我们接下来希望基隆市政府 可以发展更多 传说我们基隆有山增海味 基隆的海产大家都知道 山就在我们的马林 马东我们出产绿竹笋 七堵区它的山区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 蔡芬组长能够重视我们七堵区 我们都知道大自然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那今天我在很多摊委看到说 我们在地的资源 在地的活化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怎么样鼓励 就是我们青年回乡 来注入在这块土地 继续的回馈这块土地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也要有所谓的这些 经费的来源 那怎么样去行销出去 把七堵的美好推动出去 我觉得也需要我们工部门 这边的一个协助 马林的农业休闲园区 发展到今天 我们应该转型升级 成为一个所谓的观光的一个农业 那观光农业也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 让它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 那尤其是观光建设以及观光设备 对观光预算的一个争取 才是促使马林农业园区的一个转型 跟升级的一个契机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马林地区的这个在地青年 有新的发展可能性 那也让他们可以从外地回来到马林 继续投入家乡的一个建设跟发展 那我想如果能够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马林未来就会充满想象 而且会让许多人都有期待 音乐会结合了马林山区好山好水 在美食和手座体验活动中 让出席的游客感受到马林风情 吃到马林独特的好味道 典礼开始是由在地的世界师王 吕师傅龙师团带来精彩演出 为活动祝福 剪彩仪式中邀请到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亭梅 市议员蓝敏黄 吕美玲 许瑞茨 张浩瀚 跟营运团队立委国际开发 郭淑珍董事长 莉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郭全庆董事长等贵宾 共同开幕剪彩 那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要塞司令部终于可以开幕了 那我们这个立集集团 很感谢立委公司 把这个环境 也都打造得非常的优美 不止有人文气息 重点感觉也有消费模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这个是前市府林前市长时代 就规划完成的 那今天做好很可惜他今天不能来 也拜托张浩瀚 这个总招转达 对于林前市长的感谢之意 也希望这个 未来能够大家继续努力 这边基隆的台营的经理 跟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 礼拜到礼拜五 所有的人都到台北去上班 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也到台北去消费 只有礼拜六礼拜天 有观光客来 平时都没人叫我们 叫我们来 但是我看完 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我想要怎么做 我心里就已经有点 就有想法了 后来我还是去标了 那我想标到这个地方 真的他都很有特色 山洞有山洞的特色 那古籍有古籍的特色 所以我想真的希望 让更多人来到这个地方 不然我常常跟朋友讲说 你如果有机会到基隆来 可以来这边做做 那我跟郭董事长 报告你放心 我保证你这大探截 这个地方地灵人结 那在我们年前市长的努力之下 还有我们中盛区四位议员 共同的争取之下 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古籍 这里本来是海巡署在用的 阿湾花了很大的力气 跟他换土地 然后把这个地方交由政府管理 我们还花了将近两亿 把它整理起来 非常感谢我们董事长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 古籍的一个活化 也把过去在其他场域的经验 带来我们这边 让我们中正区整个观光廊带 很重要的一个要塞司令部 能够用从全新的一个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我们未来的观光客的面前 那也祝福 也期许我们未来营运 顺利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 谢谢 那非常感谢我们郭董事长 那努力的来活化 这样的一个场域 那也希望说透过 不管是艺术的展演 或者是餐饮文化的一个推广 能够把这个区域的一个观光发展 跟文化的一个故事 那希望给更多的一个民众知道 那我想接下来 我们也会极力的来邀请 我们周边的一个 邻里的一个伙伴 周边的居民 那有机会 我们来到这个园区 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那每天来 天天来 甚至是说 有很多 不然是刚才郭董事长提到 吃在这里 看在这里 学在这里 那这个是一个文化 努力的一个传承 以及享用这个空间的一个过程 地方上都相当期待这个古蹟活化的文化创意景点 带动中正区一带的观光发展 要在司令部的OT案 已经顺利由立即建设得标 那今天也正式要成立这个餐厅来开业 我想这个将来这个景点 会是基隆市最重要的观光景点 也是打卡的热门景点 那我希望说立即建设能够用心的经营 未来能够不定期的办这些艺术展览 那再加上咖啡美食 还有这个茶餐厅的文化 那民众来这里可以参观古蹟 了解文化 同时可以用餐休闲服务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亮点 那也希望说立即建设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这个OT案 能够打开这个线力 来带动我们基隆市 这个招商引誓的发展 那非常的眼睛为之一亮 就是过去的邀塞司令部 现在居然能够这么的璀璨转型为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餐厅 而且真的很有创意 我刚刚去参观的整个的内容 包括一楼跟二楼 每一个这个自放的东西啊 都让我觉得很棒 然后餐厅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可口 特别请教有没有素食也有 所以呢素食探餐还有两样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我希望跟在地人所讲的一样 一定要长长久久的 不要让我们只是昙花一现 所以真的要祝福他们 久久长长的留在这里 而且我们一定会经常来捧场 文化局长江婷梅说 地方民众熟悉的古迹 基隆要塞司令部 转化为文化创意景点 以司令大院子正式对外开放 空间规划上包含了展示餐饮 文创的文化园区 让古迹风华再现 而因应游客停车的需求 市长谢国良也指示文化局 和交通处研议附近停车位 能够改成在假日部分时段收费 并且将收入全部回馈给地方使用 今天这个要塞司令部开幕了 我想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有责成文化局 加强周边的停车位 我希望这边的社区停车位 可以改成部分时间在假日的时候 是属于收费停车 但是我们会把收费停车的停车的收入 全部归给地方使用 这部分我们会请文化局积极的来配合 司令大院子的光复楼区域 开放时段为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而要塞司令部展场区域的开放时段 为每天10点到晚上6点 看中间 今天开不开心 开心吗 看中间 好的 然后对麻烦看右边 右边 诶 吴老师 来来来 来吴老师 来 吴老师 社区已伴喜事的心情 来迎接流民船隧道的重新开放 很多人都说等好久了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除了副市长邱佩玲 文化局长江廷梅 议会方面 由议长佟子伟率领 包括前议长宋伟丽 跟多位市议员 都到场共同来见证祝贺 这个设定古迹流民船隧道 是台湾第一条的现代化铁路隧道 也是全国仅存的清朝时期的铁路遗址 现场也特别安排书法大师现场 辉豪 旷雨天开 来纪念这个重要时刻 今天是佳人里在搬洗室 因为流民船隧道有135年的时间了 它是由清朝到日记时代到民国时代 那这个隧道有经过一直在维修 总算告一段落了 但是碍于交通的不方便 所以现在只有开放 礼拜六礼拜天有导览 要预约 那最多30个人 最少10个人 希望兼顾生态的保育 还可以看到基隆的历史文化的美 再一次我真的 我就在这里 让我看到背后这么美的东西 可以在台湾呈现 还有历史文化的故事 在看到在座的每一位 因为你们是催生者 议会是预算的通过者 也谢谢文化局 这么辛苦把它完成 当然更谢谢后面的团队们 这个隧道 我们真的是期待又期待 当初也因为 因为一些工法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开放日期 一而再而再而三的 一直在往后演 那一直希望 好难得的一个 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 一个古蹟 希望能够呈现到最完美的一面 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后面军方的土地 甚至可以打通到英哥里 那个美洲阿姨 美洲阿姨 英哥里里长在这边 可以打通到英哥里 如果可以把这边 跟英哥里的狼道串起来 甚至可以直接串到巴督 巴中巴西里那边去 目前它是台湾仅存的 清朝时代的隧道 那我是希望说中央能重视 这个古蹟 那看能不能补助 家人里 在家人里的周边 再建设一些 让游客来的时候 可以半天的时间 花在家人里 这样才有前景 我们的家人里的王桂梅王里长 跟我们安乐区公所 其实也非常用心 因为这个游民船隧道 一旦开放以后 我们希望可以延伸 它的观光价值 所以也有研究了 我们这一条 就是整个家人里 崇德路等等 这个山的步道 要来怎么样来规划 我们安乐区的崇德路 以前就是清朝铁道路线 这可以是我们 说是我们城市 非常珍贵的文理 还有记忆 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游民船隧道旁的登山步道 也可以直接攻上我们的 石球岭炮台 最完整的俯瞰我们基隆港 山海城的一个景致 所以我们将游民船隧道 与石球岭炮台 如果两者串联 让基隆的战争史 交通史 城市发展的历史 也可以更加立体 据了解 设定古迹游民船隧道 当时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 98年起封闭隧道 文化局在108年 进行古迹修复工程 111年 接续进行光环境 以及入口意向的 形塑计划 终于在今天重新开放 未来采预约导览方式参观 目前服务时间 是星期六星期天 而预约导览的表单 可到基隆市文化局网站下载 基隆的味道 是甜甜的微笑 像子里的小猫 热情的在和你问好